第1521章天卓大赛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再有一年时间 五年一度的天卓大赛就要开始了 黄浦长恨又是说道 天卓大赛 慕容峰眉头一皱 实力达到了他的这种境界 自然是能够明白一些事情 而这天卓大赛 他也是知晓的 乃是他们整个苍卓星域的盛世 每隔五年举办一届 地点在他们苍卓星域的中心腹地 耀光大陆之中 黄浦长恨 你打算参加这一届的天卓大赛 黄浦长恨道 为什么不呢 慕容峰道 黄浦长恨 你确定以你现在的修为和实力 能在天卓大赛之中取得好成绩 天卓大赛 乃是他们整个苍卓星域最高等级 最高规格的赛事 参加者 无一例外 都是有着传奇境强者的修为 而传奇境的修为 也不过是最低的要求 要想取得优秀的成绩 最低需要传奇境五重天 传奇境六重天 乃至更高等级的修为和实力 反观黄浦长恨呢 他才突破传奇境没几天 即便是接受了玄武帝国所独有的能量灌输 也不可能在一年的时间里 突破达到传奇境五重天 传奇境六重天 是绝技不可能在天卓大赛之中取得优异成绩的 能量灌输 这是一种快速提升修为和实力的办法 但是 这个快速 那也是相对的 相比于正常情况下的修行 那就是很快很快的了 因为一般情况下 按照正常的修行速度 修为达到传奇境之后 能够保证平均两三年提升一重境界 这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而能量灌输 则可以缩短这一种历程 大大的节约 修行所需要消耗的时间 好一些的人 在最初的一年里 可能就会提升一重境界 甚至一些变态的 可能会提升两重境界 因为能量灌输这一种方法 和别的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都是最初使用的时候 效果比较明显 一旦到了后面 基本上就不会有那么明显的效果 但也是要比起正常状态下的修行 来得更快一些 但是 以黄埔长恨现在的传奇境一重天的修为 即便是有着能量的灌输 也是仅仅能在天拙大赛的时候 使自己的修为达到传奇境二重天 顶天了能达到传奇境三重天 绝对不可能更高了 因为能量灌输也无法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 黄埔长恨笑了 道 我又没有说 一定要在这一届天拙大赛之中取得优秀成绩 黄埔长恨对自己的修为和实力 那也是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 他现在才是传奇境一重天 刚刚突破没多久 而天拙大赛距离现在仅仅只有一年时间了 时间根本就来不及 他也根本无法取得优秀的成绩 那么 你的意思是 是水吗 黄埔长恨点点头 这一次的天拙大赛 就是我是水的 看看别的地方的天才妖孽 到底有多么的强大 为六年之后的下一届天拙大赛做准备 下一届的天拙大赛 以他的资质和潜力 相信是能够达到传奇境 五重天的到那个时候 才是他黄埔长恨的时代了 我相信其他世界那些在天杯排名榜上就已经突破了传奇境的人也是会参加这一届的天拙大赛 如果我不去参加 那么 别人肯定会看清我们天舞大陆 认为我们天舞大陆不行 没有人能在35岁之前突破传奇境 而我就要去颠覆他们这些人的认知 他们天舞大陆一直的形势就不是很好 属于苍卓星域最差的世界之一了 饱受其他世界的诟病 被其他世界的人给看清 而在天拙大赛之中 也是一直成绩不好 而他黄埔长恨就要去告诉其他世界的人 让他们知道 他们天舞大陆 也是能够出现一些了不得的天才妖孽的 你的雄心真大 慕容风嘖嘖惊叹 在心中却是叹息一声 自从自己从天杯排名榜上跌落下来 他就已经不再那么的自信了 对自己的天资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因为他连在跌出天杯排名榜之前 突破传奇境的能力都没有 又有什么资格去和其他世界的天才妖孽争锋呢 黄埔长恨道 我的雄心壮志 根本就不是你所能明白的 他的宏伟目标 就是为了正道风神 成为真真正正的真神竞强者 至于慕容风 从他将他给超越的时候起 他就不再是他的对手了 而现在呢 他已经跌出了天杯排名榜 与此同时 他却是已经突破了传奇境 跨入了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层次 慕容风更加的不是他的对手了 事实上 纵观整个天舞大陆 年轻一辈之中 他也是找不到对手了 他真正的对手 是其他世界的天才妖孽 是耀光大陆的那些天才妖孽 唯有这些人才配得上是成为他黄埔长恨的对手 或许吧 慕容风叹了口气 现在 他已经感觉到了 他和黄埔长恨两个人 已经是隔了很远很远了 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的人 他一步一步 看着黄埔长恨追赶他 然后超越他 现在呢 对方已经是突破了传奇境 他更是连他的车尾灯都看不到了 或许 凭借着黄埔长恨的资质 真的是能够和其他世界的天才妖孽相抗衡 改变他们那些人的认知 这也是极有可能的 黄埔长恨 你觉得 吴臣怎么样 突然 慕容风想起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吴臣 对于这个人 此前的他们 是亚根尔就没有听说过的 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 但是 这人在一年多时间以前 从东玄域来到了中州之后 一路崛起 一路狂飙 直线上升 速度快得惊人 而现在呢 当他从天碑排名榜上跌落下来之后 更是直接取代了他 成为了天碑排名榜第二位的存在 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即便他们想不关注 都是不行的 因为成长的速度太快太快 哪怕是当初的黄埔长恨 也是比之不上 难以想象到底有多恐怖 第1522章 毫无动静 吴臣吗 关于吴臣这个人 黄埔长恨也是有所关注的 据说 这人本来是东玄域的人 大约一年半以前 从东玄域来到了他们中州 刚开始的时候 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微小的几乎是没人能注意到 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但是 这人的成长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迅速的崛起 成为了一名传奇的人物 名动整个中州 直到现在 已经是成长到了 成为天碑排名榜第二名的存在 这样子的一种崛起速度 可以说是妖孽至极 没有人能够比得上 即便是他 也是远远的不及于他 以至于很多人 都认为这人很有可能会超越他 成为新的传奇 新的王者 他 的的确确很了不起的 虽然黄埔长恨悟空一切 奥利于整个天舞大陆 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 吴晨确实要比他更厉害 毕竟 他可是没有把握能在一年多时间里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 成长成为天碑排名榜第二名的存在 以吴晨的崛起速度 要是他早生一年的话 或许就能全面地超越他了 慕容峰道 黄埔长恨 不是我打击你 这个人比你更强 一年多的时间 从默默无闻的一个年轻人 成长到现在的天碑排名榜第二名 这样子的一种天资 绝对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 纵观他们天舞大陆的历史 也是没有人能有如此娇人的成绩 而且不仅如此 吴晨除了在修行仪道方面 有着惊人的天资 在炼丹方面也是有着独到的天赋 曾经在白虎帝国的炼丹师大会之中 赢得了最终的冠军之位 就连盈亏盈大师都对他刮目相看 希望他能在一年半以后的 单神世界杯大赛之中 取得优异的成绩 为他们天舞大陆争光 赢得无上的光荣 可以想见 未来天舞大陆的很长一段时间 都将会是无尘一个人的天下 这个人超越黄埔长恨 那只是迟早的问题 黄埔长恨眉头一皱 道 或许他是比我强吧 但是这一切还得等他突破了传奇境再说 传奇境对于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说 都是一道巨大的坎 有很多人 早早就达到了画龙境九重天巅峰 却是一直停之不前 没有半点儿的进步 无尘虽然现在看起来修为进步神速 堪称是一个奇迹 但是 他能不能突破传奇境 这还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所以 现在就说这些 还为是上早 慕容客道 不妨我跟你打个赌 怎么样 打赌 打什么赌 慕容客道 赌无尘在一年时间里能不能超过你 一年时间超过我 黄浦常恨轻轻一笑 这话是他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怎么 你认为他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不能超越你吗 黄浦常恨道 你太小看我了 有些东西不达到一定的境界层次 根本就无法看穿 他现在的境界已经是达到了传奇境 未来一年的时间以他的修行速度 即便是没有能量灌输 也是能够再做突破的 这是他的自信 而无尘呢 他的进级速度虽然非常非常的快 但是也不可能毫无极限地提升自己的修为境界 哪怕是有天大的机缘 也是不可能突破传奇境的 所以说 要想超越他 那是根本就没有可能性的 哈哈 我敢打赌 一年之后 他必定会超过你的 黄浦常恨看了看他 道 既然你如此的自信 那么 我倒是要看一看 看他在一年的时间里 能不能够把我给超越 慕容风笑而不语 黄浦常恨和吴臣 这两个人 都是京市的人物 真正的天才妖孽 未来的天舞大陆 必定会上演一场天才与妖孽之间的碰撞 巅峰的对决 谁能成为真正的王者 这可是拭目以待的 福来九楼 吴臣落脚的地方 这慕容客到底在搞什么鬼 怎么毫无动静 来到朱雀帝国之后 吴臣就在打听慕容客和玉石的相关消息 但是令他感到奇怪的是 慕容客那里竟是毫无动静 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让他感到很是奇怪 不明白这个老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 此外 黄浦常恨和玄武帝国那一边 他们是闹腾的厉害 不断的抗议 不停的叫嚷 但是 无论他们怎么叫嚷 怎么抗议 慕容客就是不理会 顶多就是让慕容风出面应付一下而已 这让玄武帝国的人十分的苦恼 却又无可奈何 毕竟 朱雀帝国也是超级帝国 实力是非常非常的恐怖 要是将他们给逼急了 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两大超级帝国相互仇视 那种后果 无法想象 除开两大帝国之外 无极功 翡翠谷和天权圣帝这三大圣帝 却是掩其息鼓了 跟慕容客一样 是没有半点儿的动静 对于这一点 吴臣既感到意外 也是感到在情理之中 因为他本来就感觉到 三大圣帝并非是为了调查弘太 司长峰和郑鹏三人死因的事情来的 而现在 他们的反常举动 则更是证明了他的猜测 既然暂时探测不出什么结果来 吴臣也是不管了 他将主要的心思 放在了另外的一件事情上面了 这件事情也是他早就想做的事情了 那就是不灭金身诀第六重境界 不灭金身诀 这是他所主要修行的功法之一 对于这一门功法 他是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进行刻苦的修炼 才是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而这一门功法 对他来说 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无论如何 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 他都是会一直坚持修行 早在东玄域之时 他就已经将不灭金身诀 给修行达到了第五重境界了 接下来呢 他要努力的方向 就是修炼不灭金身诀第六重境界 如果能够成功 相信他的实力 同样是会有很大的一种进步吧 第1523章黄埔君寻仇 接下来 吴臣一面在朱雀城各大商会场地 收集修行不灭金身诀第六重境界 所需要的那些材料 一面关注慕容克和朱雀帝国皇室的消息 形势低调 不引起任何的冲突 眨眼间 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过去了 一个星期之后 朱雀城突然高度地戒备起来 一股浩大的能量降临了下来 这一股力量 十分的庞大 如同是浩瀚的海洋一样 是那样的恐怖 好强悍的力量 至少是半神级的强者 吴臣也是被这一股能量给惊动了 从住处里出来了 凝视着天穷那里 一道巨大的光影 矗立在天空之中 透发出一股强盛的能量 恐怖至极 这是黄浦君 看着这一道庞大的身影 吴臣感到有些震惊 没有想到 这人居然是黄浦君 现在 距离黄浦君受伤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了 黄浦君的伤势 在盈亏的精心治疗之下 也是彻底的痊愈 必定会过来诸雀帝国 找慕容克的麻烦 慕容克 出来受死 浩大的声音 从天际传出 恐怖的能量 从黄浦君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如同是惊涛骇浪一般 冲向了朱雀城 冲入了皇城内部 事实 整个朱雀城都在剧烈地颤抖 不停地摇晃 根本就是无法承受住 这一股超强的能量 宛若使地震发生 整个朱雀城 所有人都是震惊万分 骇然地望着天空 眼中充满了恐慌 感觉就像是末日降临了一样 无数的强者 从各地冲了出来 看着天空中 这一道庞大的身影 也是惊住了 这黄浦君 可不是什么一般人 而是玄武帝国的皇帝陛下 有着非常恐怖的实力 在整个天武大陆 能够与之相抗衡的 那是寥寥无几 终于是来了吗 那些朱雀帝国的强者 感到十分的恐惧 他们对黄浦君的到来 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黄浦君 曾经在他们朱雀帝国 吃了亏 被他们的皇帝陛下 以天阶领宝所伤 以黄浦君的个性 必定不会善罢甘休 肯定会再次卷土重来 对他们朱雀帝国实施报复 而黄浦君的实力 那是十分的恐怖 立于整个天武大陆的巅峰 在他们整个朱雀帝国之中 唯有皇帝陛下一人 才是能够与之相抗衡 至于他们这些人 根本就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面对着黄浦君这种级别的强者 光是靠着人海战术 以及阵法之力 是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唯有天阶领宝 才是可能对他产生作用 慕容客 我倒是要看看 你现在还能不能坐得住 无尘嘴角一笑 露出了笑容 这些日子以来 慕容客一直是隐而不出 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 兴许是藏了起来 专心地钻研那一块玉石 而那一块玉石的秘密 也是他想要知道的东西 现在黄浦君亲身到来了 他就不相信了 慕容客还不出来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 片刻之后 一个粗犷的声音 就是从皇宫的深处传了出来 哈哈哈哈 伴随着狂笑声的 就是一道庞大的身影 从皇宫的深处出现了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慕容客 这朱雀帝国的主宰者 朱雀帝国的皇帝陛下 看到慕容客出来 黄浦君怒从心起 这个家伙 那日晚上 不仅仅出手抢夺了玄月剑 还使用出天接领宝 将他给震伤 他势必是要向这老家伙 给讨回来的 老家伙 给本皇死 黄浦君怒吓一声 一股庞大的能量 从他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如同是惊涛骇浪一般 席卷了整个天地 无比的浩大 恐怖至极 恐怖的力量 惊骇的爆发 形成了一股狂烈的风暴 这一股风暴 已经产生 整个空间都在颤抖 发生了大崩裂 根本就是无法承受住 这一股巨大的力量 恐怖无比 狂暴无比 事实 整个天地都在颤抖 无尽的气流 疯狂的涌动 不断地向着这一边冲了过来 庞大至极 恐怖无比 浩浩荡荡 怒震九天 地面 在这一股庞大能量的作用之下 也是发生了崩裂 根本就承受不住 这一股强大的力量 无数的建筑物 请客间被震碎 如此恐怖的能量 看得所有人是心惊胆战 亡魂皆冒 黄浦军不愧是 立于整个天舞大陆 巅峰一级的存在 如此恐怖的实力 简直是超越了他们的想象 换作他们上去 肯定是在请客间 就会被震碎 不会有其他的任何可能 黄浦军 你屡屡来我朱雀帝国捣乱 真不把我朱雀帝国 给放在眼里了吗 看到黄浦军动手 慕容克也是没有半点儿的含糊 浑身一震 一股超强的能量 爆发了出来 恐怖无比 化为了滔滔的火焰 直冲而出 烈眼滔滔 滚滚而动 席卷整个天地 吃 恐怖能量不断爆发 席卷而开 浩大无比 使得这一片天地 都是化为了一片火海 汹涌的火焰 不停地燃烧 剧烈地涌动 狂烈至极 恐怖至极 无尽的火焰 从慕容克的身上冲了出来 熊熊地燃烧 使得整个天地 都是笼罩在这一股火焰之下 无比地恐怖 烈火焚烧 焚尽天地万物 烈狱殿堂 穆龙克大鹤一声 催动全身的火焰 打出了一道绝世的神通 烈狱殿堂一出 无尽的火焰 凶猛地燃烧 无比地害人 恐怖至极 惊害无比 火焰燃烧 所过之处 一切成灰 皆是被焚烧殆尽 滔滔的火焰 爆发了出来 无比地害人 惊天动地 砰 火焰与风暴 在天空中相遇 顿时 一股惊天的能量 爆发了出来 无比地恐怖 滔滔的能量 席卷而开 惊害至极 众人惊恐 脸色骇然大变 这一股能量 真的是太恐怖 太恐怖了 简直是超越了想象 狂暴的能量 在半空中对撞 不停地交锋 不停地膨胀 不停地湮灭 极端的恐怖 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1524章 凤凰令 这就是半神级 强者的力量吗 真是太恐怖了 众人震惊 看着天空中 正在激烈撞击的 恐怖能量 满脸的惊恐 半神级的强者 实力非常非常的恐怖 远远的超过了想象 根本不知道 有多么的恐怖 激烈的对撞 惊天的较量 产生了非常恐怖的破坏力 恐怖的能量 凶猛的爆发 如同海洋一般 汹涌至极 狂暴无比 事实 整个猪雀城 都在剧烈的颤抖 无尽的能量 泄露了下来 如同狂风暴雨 席卷而下 快跑 见此 众人莫不骇然 脸色骤然大变 这可是半神级强者的碰撞 堪称绝对的恐怖 哪怕是能量余波 也根本就不是 他们所能抗衡的 要是再待在这里 他们会在寝刻间 被粉碎掉 就连无尘 也是忍不住狠狠择舌 他十分的清楚 两名半神级强者的对撞 会产生多么恐怖的 破坏力和杀伤力 那一种力量 绝对可以用惊天动地来形容 羞 也就是在这时候 一道一笑声响了起来 然后众人就是看到 一种奇特的能量 从皇宫的深处传了出来 这一股能量 无比的浩大 迅速的辐射开来 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屏障 将整个朱雀城给护住 隔绝开这一股超强的能量 这是护国大阵 看着这一道巨大的屏障 所有人都是震惊了 他们都是能够认得出来 这不是别的东西 而是朱雀帝国护国大阵 这护国大阵 可绝对不是什么一般的阵法 有着超级恐怖的能量 能够护卫一个超级帝国 哪怕是半神级的强者 要想震遂护国大阵 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看到护国大阵开启 众人在震惊之余 也是感到松了口气 这慕容克和黄埔军 可都不是什么一般人 他们有着超级恐怖的实力 超越了他们的想象 他们两人之间的碰撞 哪怕是能量余波 那也不是他们所能抗衡的存在 要是护国大阵不开启 只怕是两人还没有打完 整个朱雀城 就已经是化为了一片废墟 血流成河 尸骸成山了 黄埔军 我再次警告你 赶紧离开我朱雀帝国 不然 我朱雀帝国 必定会采取强制性的措施 后果自负 黄埔军道 慕容克 你夺我玄武帝国的宝物 还妄想我把手 简直吃人说梦 文言 众人震惊 原本 他们一直都不明白 黄埔军和慕容克 为什么会动手 黄埔军 为什么会闯入朱雀帝国 现在 他们终于是弄清楚了 是因为慕容克 夺了玄武帝国的宝物 不过 他们更为好奇的是 究竟慕容克 夺了玄武帝国 什么宝贝 值得黄埔军 如此的大动干戈 不惜擅闯朱雀帝国 而慕容克呢 也是做法很鲜明 不顾大陆上通用的禁令 竟是使用出了天阶领保 凤凰令 将黄埔军给驱逐出境 能够引得两大帝国 如此做法的 肯定不是什么一般的宝物 价值绝对非同一般 但是 具体是什么样的宝物 他们也没办法猜测 也根本无法去猜测的 黄埔军 我慕容克 几时夺了你们 玄武帝国的宝物了 慕容克识口否认 因为他想独吞玄月剑 探测出其中所有的秘密 将那秘密给掌控到手 你 黄埔军恨恨地盯着无尘 双目喷火 熊熊燃烧 恨不得将这家伙给生吞火波 这家伙真是狡猾至极 而他是何等智慧 自然是知道 慕容克到底在想些什么 他究竟在打什么如意算盘 这些这些 他都是极为清楚的 但是 他绝对不会让他得逞 黄埔军 你要是再不离开我朱雀帝国 我也就只好不遵禁令 动用非常手段了 黄埔军冷喝道 非常手段 你以为本皇会怕你吗 好好好 既然如此 那就休要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划落 整个朱雀城都是剧烈地颤抖起来 大地在不断地震动 就像是地震发生了一样 一股一端骇人的能量波动 从皇宫的深处传了出来 震的整个朱雀城都在剧烈地颤抖 不停地发生着摇晃 根本就是无法承受 这是什么 众人惊恐 满脸骇然 震惊地看着皇宫深处 他们知道 一定是有什么恐怖的东西 即将从皇宫之中出现了 噢 一个清脆的声音 从皇宫的深处传了出来 悦耳无比 伴随着清脆声音的 还有一股超级恐怖的能量 疯狂地涌出 狂烈地爆发 宛若沉睡了千万年的巨龙 从沉睡之中苏醒了过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汇聚在那一片空间之中 眼睛一眨也不眨 他们都是知道 有什么恐怖的东西 即将出现了 片刻 一团耀眼的光芒 从皇宫的深处 疯狂地传出 夹杂着惊骇的能量 汹涌地爆发 狂暴的力量 震动着整个天地 这是凤凰令 看着这一团耀眼的光芒 众人的脸色 莫不是骇然大变 他们对朱雀帝国可很是了解 他们都知道在朱雀帝国之中 有着一件神秘的质宝 这就是天阶灵宝凤凰令了 凤凰令 这是朱雀帝国所拥有的那一件天阶灵宝 有着超级恐怖的力量 一般的东西 在天阶灵宝力量的照射之下 根本就是抵挡不住 直接就要被粉碎 哪怕是半神级强者 在遇上天阶灵宝的时候 也是得慎重 不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凝视着这一团耀眼的光芒 眼中有着的 只是无尽的震撼 他们没有想到 慕容克为了驱逐黄浦军 竟是真的使用出了天阶灵宝 这家伙 无尘摇了摇头 天阶灵宝 力量超级的恐怖 远远的超过了想象 已经施展 威力十分的恐怖 一个不慎 整个朱雀城 都是可能会被震碎的 看到天阶灵宝凤凰令 慕容克眼神冷利 天阶灵宝能量非常的恐怖 一般而言是用于威慑 但是 如果说黄浦军不肯退去 执意如此 那么 他也会让他尝一尝 他们朱雀帝国 天阶灵宝的厉害 第1525章 两大天阶灵宝 凤凰令吗 本皇何惧 静立于天空 黄浦军看着那一团耀眼的光芒 眼中却是没有半点儿的恐惧 然后 他口中念诵法诀 双手印诀一转 掐出奇怪的法印 似乎是在召唤着什么东西 轰隆隆 紧接着 众人就是震惊地看到 黄浦军后面的那一片空间 发生了破碎 一股浩大的能量 正迅速地冲起 无比地恐怖 这是什么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凝视着那一片空间 眼睛一眨也不眨 他们隐隐有一种强烈的直觉 怕是有什么恐怖的东西 即将诞生而出了 他们的等待 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 一会之后 一件发光的物体 就是出现在了 那一片空间之中 天子印 看着这一个发光的东西 所有人都是震惊了 脸色骇然大变 充满了恐惧 他们也是没有想到 这一次 黄浦军竟也是使用出了 天接领宝 疯了 都疯了 众人震惊 天接领宝 能量超级的恐怖 远远地超过了众人的想象 哪怕是一件 威力就是非常非常的恐怖了 更不要说两件了 要是两件天接领宝发生对撞 那种后果 简直就是不可想象 天子印 黄浦军 你竟敢携带着天接领宝 攻击我朱雀帝国 简直没把大陆的禁令 给放在眼里 慕容客怒吼 大陆上有明文规定 禁止任何人动用天接领宝 攻击其他的地方 黄浦军此举 简直就是对禁令的严重破坏 不过 黄浦军也不是什么吃素的 他抱贺一声 道 慕容客 到底是谁没把大陆的禁令 放在眼里 又到底是谁 率先使用天接领宝的 慕容客陷入沉默 的的确确 关于这件事情 是他最先使用天接领宝的 不过 他也算是绝顶聪明之人 很快地就想到了说辞 道 黄浦军 你不顾禁令 未经我朱雀帝国允许 擅自进入我朱雀帝国腹地 我身为朱雀帝国的皇帝 有责任也有义务将你给驱逐 黄浦军道 抢辞夺礼 你这老家伙 拿了我玄武帝国的宝贝 却倒打一耙 今天 我便是让你尝一尝 我天子印的力量 划落 一股庞大的能量 从他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如同是惊涛骇浪一般 席卷而出 灌入到了天子印之中 复活天子印 事实 天子印上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如同是一轮耀眼的烈日 闪亮耀眼 绚烂夺目 光辉灿烂 意义闪亮 伴随着天子印上光芒的涌动 一股股恐怖的能量 也是汹涌地爆发了出来 这一股股的能量 非常非常的恐怖 远远地超过了世人的想象 使得整个空间都是剧烈的颤抖 发生了大崩裂 根本就是无法承受得住 这一股恐怖至极的能量 众人震惊 瞳孔一缩 满目骇然 天子印 乃是一件天阶灵宝 有着非常恐怖的能量 一经打出 可以有毁天灭地之力 异端的恐怖 难以想象 另一边 慕容克见黄浦军复活了天子印 也是没有多少的含糊 直接将自己的力量灌入到了凤凰令之中 复活凤凰令 轰 凤凰令剧烈地颤抖 爆发出一股恐怖的火焰 火焰冲天 如同岩浆火柱 力量极端的骇人 超级的可怕 惊天动地 见此 众人莫不害然 脸色骤然大变 这一股能量 真的是太恐怖 太恐怖了 简直是难以想象 异端的恐怖 害人至极 可怕至极 惊骇的能量 爆发了出来 恐怖的火焰 熊熊燃烧 将那一片天 统统地给燃烧掉了 赶紧阻止它们啊 众人惊恐 两件复活的天阶灵宝 有着非常恐怖的能量 一旦发生撞击 将会有一端恐怖的效果 简直是难以想象 无比的恐怖 哪怕是护国大阵 都是抵挡不住 到那个时候 整个朱雀城 或许都是会被摧毁掉 后果难以想象 怎么阻止 谁能去阻止 这两个人 慕容克和黄埔军 都是半神级的强者 朱雀帝国和玄武帝国的皇帝 他们要想做什么事情 其他人根本就是阻止不了的 吴臣也是感觉到了一种恐惧 他知道天阶灵宝的能量 是异端的恐怖 害人至极 惊害至极 倘若两件天阶灵宝相撞 会造成非常非常恐怖的效果 足以粉碎天地万物 摧毁世间一切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凝视着天空 那里 两件绝世的天阶灵宝 已经是被彻底地复活了过来 即将发生今天的对撞 所能产生的后果 将是难以想象的 两位道友 且慢动手 就在这时候 两个大喝声 同时传了出来 如同是霹雳一般 重重地乍响开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不由自主地看了过去 望向了声音来源之地 那里 两道身影 破碎空间 现身而出 在这两人的身上 震荡着强大的力量 头顶皇冠 身穿龙袍 周身的力量 非常的强盛 一点也不比 琥珀金和慕容客差的 叶玄霸 司马阳 看着这两人 众人感到极为的震撼 因为这两人 也都不是什么一般人 分别是白虎帝国 和黑龙帝国的皇帝 也是各大帝国的主宰 叶玄霸和司马阳也来了 吴臣也感到很惊奇 没有想到 这里的事情 竟是引得了黑龙帝国和白虎帝国的关注 而且两大帝国的皇帝都是到来了 不过 转念一想 他就是明白了 因为皇普军和慕容客都是大帝国的皇帝 现在又手持天阶领宝 即将发生今天的对决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阻止他们这一场对决的 也是就只有超大帝国的皇帝和超级圣地的圣主了 他们如果不来 这一次的对战 就是无法避免了 而一旦两件天阶领宝发生对决 后果将是十分的可怕 难以想象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叶玄霸 司马阳 皇普军和慕容客两人脸色也是沉了下来 没有想到 这两人也会来诸雀帝国 第1526章玄阅剑之密 两位且息怒 有话好好说 司马阳和叶玄霸看着皇普军和慕容客两人 两人现在都已经是催动了天阶领宝 将其给复活了过来 而天阶领宝的力量 那是绝对难以想象的 一旦彻底复活 并且发生碰撞的话 那种后果简直就是不可想象 不知道有多么的恐怖 只怕是整个朱雀城都会被毁掉的 慕容客逐渐的平静了下来 他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在他的朱雀帝国 而不是其他地方 一旦他和皇普军两人相拼 使用天阶领宝对撞 势必将会对他们朱雀帝国造成严重的破坏 到那个时候 他必定会成为他们朱雀帝国的千古罪人 要是慕容客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黄普军怒吓一声 他心中的怒气 丝毫也都没有消散 今天不管怎么样 慕容客必须要给他一个说法 若是不然 他的天子印必定会坠落下去 到那个时候 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 那就不得而知了 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 司马阳连忙相劝 黄普军和慕容客都不是一般人 均是各自帝国的主宰者 有着很恐怖的能量 两人交锋 必定会造成无法想象的严重影响 叶玄霸问道 黄普军 你们究竟因何而相斗 无可奉告 黄普军冷哼一声 司马阳道 慕容客 你来说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 慕容客亦是如此 悬跃剑里面 有着惊天的秘密 他好不容易才得到悬跃剑 自然是不会轻易地说出 悬跃剑的事情 越少人知道就越好的 司马阳和叶玄霸对望一眼 皆是叹了口气 他们本来是为了化解 彼此双方的矛盾 但是 现在这种局面 他们又如何化解呢 底下 吴晨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他虽然知道 黄普军和慕容客 到底是因何而相争 不过 他却是不会说出来的 要是说出来 黄普军和慕容客的矛头 会在瞬间指向他 他还没有傻到那一种程度 更何况 对于那一块神秘的玉石 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要不然 他也不会将他给交出去了 见从慕容客和黄普军两人身上探测不出什么结果来 两人就将目标锁定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黄普长恨 那个名叫黄普长恨的小家伙 你出来 底下 黄普长恨抬头看了看这些人 道 什么事情 司马阳道 你来说说看 到底你父皇和朱雀帝国皇帝为何发生争斗 这 黄普长恨犹豫了 身为玄越剑的主人 他自然不会舍得将玄越剑的秘密给透露出去 为其他人所知 看黄普长恨犹豫 叶玄霸和司马阳两人何等智慧 自然能看出黄普长恨一定是知道一些东西的 小家伙都到了这种时候了 还是不愿意说出来吗 这时候 众人都是看向了黄普长恨 很想知道在这其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怎样不为啥人知的事情 但是 黄普长恨依然是沉默 丝毫都没有讲出实情的打算 叶玄霸道 小家伙 其实你不说 我们也能猜得出来 你父皇他们争夺的东西 可是那一块名叫玄越剑的玉石 黄普长恨身体猛然一震 吃惊地看着叶玄霸 恶然道 你 你怎么知道 看黄普长恨的反应 叶玄霸就是知道 他的猜测是准确的 实际上 他并不知道什么玄越剑 只是听他的儿子提到过 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 因为他的儿子曾经跟黄普长恨战斗过 黄普长恨所使用的宝贝并不是什么准天阶灵宝 而是一块名叫玄越剑的玉石 那玉石之中的能量是很恐怖的 即便是准天阶灵宝也都不是其对手 力量十分的恐怖 如果我没有猜错 那东西应该跟你所得到的真神静强者传承有关吧 在这个世界上 能引起半神级强者争夺 不惜使用天阶灵宝的 也就只有跟天神静强者有关的东西了 叶玄霸这话已出 众人一片哗然 议论纷纷 原本他们都不明白 黄普君和慕容克两人究竟为什么发生争斗 现在他们终于是弄明白了 原来是在争夺跟真神静强者传承有关的东西 不过仔细一想 他们就不难明白这一点了 因为黄普君和慕容克两人都是半神静强者 实力非常的强大 一般的东西 哪里能够入得了他们的眼 唯有跟真神静强者传承有关的东西 才是能够真正入得了他们的眼 原来 那一块玉石跟真神静强者的传承有关 吴晨也是有些震惊 他只是隐约感觉到 那一块玉石 有着一些不同寻常 只是他没有往真神静强者传承这一块而去想 黄普常恨沉默不语 叶玄霸见他这样 道 小家伙 你不说话 那就表示默认了吧 实际上 叶玄霸最初也没往真神静强者传承这一块上去想 只是当那一块玉石是一件有着强大能量的特殊物质 不过最近发生在玄武帝国 特别是黄普军身上的一些事情 却是让他有了一定的猜测 或许 那一块玉石真的与黄普常恨所得到的真神静强者传承有关系吧 而现在呢 从黄普常恨的反应来看 这就足以证明 他的猜测是准确的 黄普军道 叶玄霸 你不要横加猜测 胡言乱语 我根本就不明白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胡言乱语 从黄普常恨的反应来看 这已经是足以证明 他的猜测是准确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司马阳道 小鬼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所得到的真神静强者 应该并不完整吧 你 你怎么知道 黄普常恨睁大眼睛 看着司马阳 这件事情 除了他的父亲之外 谁都不知道 司马阳又是从什么地方知道的 第1527章冲突剧烈 呵呵 司马阳笑了 真神静强者的传承 哪里会有那么容易得到 恐怕黄普常恨所得到的东西 都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还有很大的部分没有得到 要是他得了完整的传承 黄普君也不会对悬越剑如此的重视了 司马阳 我警告你 你少些打探有关悬越剑的事情 不然后果自负 黄普君感到很不爽 这一次 不仅仅将悬越剑给丢失了 现在更是连悬越剑里面的秘密 也是要暴露了 这些这些 是他所不能允许的 司马阳却是摇了摇头 并不理会黄普君 转向了黄普常恨 道 小鬼 想必你也很想得到完整的真神镜强者传承吧 不如你将悬越剑拿出来 我们共同参悟参悟 看看能不能破解其中的秘密 黄普常恨道 如果悬越剑现在还在我的身上 那我们也不用大老远地跑来这朱雀帝国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司马阳一愣 旋即他反应了过来 转向慕容客 道 慕容客 悬越剑在你的手上 原本他还在纳闷耳 为何黄普君会大动干戈 提起天阶灵宝天子印来这朱雀帝国 原来竟是因为悬越剑落入了慕容客的手中 悬越剑就在我的手中 那又怎样 慕容客 皇普君要来朱雀帝国 跟慕容客死磕 那就绝对不可能会有交出来的道理 无论是谁来都是一样的 你 黄普君愤然大怒 这个慕容客简直是过分至极 夺了他儿子的宝贝 却是不肯交出来 既然如此 那就不要怪他不客气了 天子印 黄普君抱贺一生 超强的能量 灌入到了天子印之中 天子印立刻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如同一轮烈日 耀眼夺目 灿烂至极 一股股恐怖的气息 席卷了出来 震动着整个空间 无比的浩大 见状 所有人都是不由的胆战心惊 这天子印可不是什么一般的宝贝 而是一件天阶灵宝 有着非常非常恐怖的能量 能够摧毁世间万物 黄普君千万不要这么做 司马阳和叶玄霸两人大惊失色 他们来这里 本就是为了阻止黄普君和慕容客两人相斗 现在黄普君又要使用天阶灵宝 他们自然要阻止 不然后果将是难以想象可怕至极 黄普君冷喝道 要我停下天子印 那也可以 但是 必须让慕容客将玄月剑给交出来 不然 我黄普君绝对不会罢首 慕容客喝道 黄普君 有本事咱们就来比一比 看是你的天子印厉害 还是我的凤凰令更强 说完 也是一股强横的力量 从他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灌入到了凤凰令之中 凤凰令发生着剧烈的颤抖 一股股恐怖的火焰 从中射了出来 席卷而开 冲击着四面八方 无比的害人 众人更是吓得面如土色 一件天阶灵宝的力量 那就已经是足够恐怖了 要是两件天阶灵宝同时复活 那等恐怖的能量 简直是超越了想象 非常非常的恐怖 足以毁灭苍天万物 慕容客 你也冷静下来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叶玄霸和司马阳两人 连忙出来阻止他们 这两个人 要是催动天阶灵宝作战 那等后果 简直是不敢想象 不知道会有多么的严重 父皇且慢动手 慕容风吓坏了 也是出来制止自己的父亲 天阶灵宝的力量 非常非常的恐怖 要是发生碰撞 所产生的能量 是极端的恐怖 惊害至极 哪怕是整个朱雀城 都是承受不住的 黄浦长恨看了看自己的父亲 也是感觉到 使用天子印 是一种很不妥当的行为 要是因为天子印 而造成生灵涂炭 那么 他们玄武帝国 必定会遭受 来自于各方势力的讨伐 那种结果 可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父皇 你且慢动手 我有其他的办法 找回玄岳见 黄浦君道 什么办法 黄浦长恨道 在玄岳见之中 有着我的血骤 只要我发动血骤 就能召唤出玄岳见了 好 黄浦君重重点头 既然有其他的方法 找到玄岳见 那么 他自然是不必使用天子印了 哈哈哈哈 乳羞未干的小子 慕容克哈哈大笑 道 实话告诉你 你的血骤 本皇早就将之给抹掉了 还妄想发动血骤 简直吃人说梦 什么 黄浦长恨睁大眼睛 感到不可置信 他的血骤 何等的厉害 竟是被慕容克 给抹掉了 慕容克 你这是在找死 黄浦君暴怒如狂 这老家伙 真是可恶至极 竟然将他儿子 所设立的血骤 给抹去了 如此的话 玄岳见就不再 归属于他的儿子了 哈哈哈哈 黄浦君 现在 玄岳见已经归我了 归属于我 朱雀帝国了 我奉劝你 赶紧离开我们 朱雀帝国 莫要再打 玄岳见的主意了 慕容克 哈哈大笑 他不仅仅将 玄岳见里面 黄浦长恨 所设立的血骤 给解除了 甚至还将 黄浦君 他在里面 设下的能量封印 也给解决了 自此之后 玄岳见 就只能归于 他慕容克 所有了 黄浦君 恨恨地盯着慕容克 恨不得将他 给生吞活泼 这个老家伙 真是活腻了 竟敢如此地 对待玄岳见 私自占有于他 那简直是太可恨了 第1528章 神血封印 不过 你确定你真的 就能完全地抹去 我在里面 所设置的烙印吗 慕容克 咯噔一下 心中已经 忍不住问 黄浦君 你这话什么意思 黄浦君道 我在玄岳见的烙印当中 加入了一层 神血封印 你应该明白 神血封印 到底是指什么东西 听到神血封印 这四个字 慕容克的脸色 顿时大变 充满了惊骇 这神血封印 他是肯定知道的 难怪我怎么感觉到 破除了血咒之后 还是没办法掌控 玄岳剑 原来竟是 还有神血封印 这老家伙 真的是太狡猾了 这些天 他一直在努力地 破除 玄岳剑上的 封印力量 对于血咒 以他的实力 倒是很容易 就破解了 在破解了血咒之后 他又遇上了 另外一道难题 那就是一层强大的 精神烙印 那一层精神烙印 能量很是强大 极端的恐怖 即便是他 初始也是没办法破解 后来 在使用了天阶灵宝 凤凰令之后 借助于凤凰令的力量 也是将那一种封印 给破除掉了 本来以为 破除掉了 那一层强大的 精神烙印之后 他就可以顺利地 掌控玄岳剑了 然而 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 他又遇上了新的麻烦 那是一层血魔 那一层血魔 虽然看似很普通 但却十分的厉害 无论是 他使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哪怕是动用了 天阶灵宝凤凰令 也都是没办法破解 对于这个 他是一筹莫展 一点也都没有 半点儿的办法 神血封印 这是什么东西 众人露出了迷茫 他们是第一次 听说这种东西 根本就不明白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司马阳道 神血封印 顾名思义 是由神血 所构筑形成的一层封印 神血 就是真神镜强者 所留下的血液 有着超级恐怖的能量 由神血 所构筑的神血封印 那是没有任何人 能够破解的 除非是真神镜强者 亲来 否则 谁也没办法破解 真神镜强者的血液 众人的脸色骤然大变 满是骇然 真神镜强者 那是超越了 半神镜强者的恐怖存在 有着超级恐怖的力量 在现今的天舞大陆 还从来没有人 能达到那样的境界层次 至于真神镜强者的血液 那更是不可想象 很难寻觅的 没有想到 居然还能有神血 了不起 无尘嘖嘖惊叹 神血 这是真神镜强者的血液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而由神血所构筑的封印 那等力量 堪称绝对恐怖 正如司马阳所说的那样 除非是真神镜强者亲来 否则 谁也无法破除这种强大的封印力量 黄浦君 你哪里来的神血 叶玄霸忍不住问 神血 这可不是什么一般性的东西 在他们天舞大陆 根本就不可能有的 黄浦君哈哈大笑 道 这神血 可是我在耀光大陆拍卖会上 花了重金买下的 耀光大陆 这是一个中等世界 实力比起他们天舞大陆 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在这个地方 那是有着真正的真神镜强者在 他就是在耀光大陆 买到了一滴的神血 这一滴神血 他本来是想拿来做研究的 通过研究真神镜强者的血液 从而探知真神镜强者的秘密 为自己正道封神 成为真神镜强者而做准备 后来 他考虑到悬月剑的特殊性 所以就把神血给注入到悬月剑之中 借助于神血 给悬月剑设置下神血封印 这样的话 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慕容克脸色沉了下来 阴沉的可怕 万万没有想到 黄浦君居然如此的阴狠狡诈 竟是使用了神血封印 这样的话 他岂不是得到了悬月剑 那也是没有任何的作用了吗 慕容克 你想不到吧 我会在悬月剑之中 设置下神血封印 有神血封印在 你就算是拿到了悬月剑 那又有什么作用呢 哈哈哈哈 黄浦君哈哈大笑 有神血封印在 可以确保悬月剑的万无一失 因为神血封印 除了真神静强者之外 没有人能破解得了 哪怕是天阶灵宝 那也是无法破解的 慕容克道 黄浦君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现在的悬月剑 是在我的手中 而不是在你的手中 即便是有神血封印 那又如何 你拿不到悬月剑 那也是无可奈何 只要悬月剑 还在他的手上 他就可以慢慢地去磨 他才不相信了 凭借着他慕容克的实力 和天阶灵宝凤凰令 就磨不掉那一层 神血封印 是吗 那你现在就看好了 看悬月剑 究竟会落入何人之手 黄浦君冷哼一声 都到了这时候了 这老家伙 居然还是不肯服输 那好 他就让他心服口服 天子印 黄浦君爆喝一声 一股超强的能量 从他的身上冲了出来 席卷而开 强盛能量 惊动了天地 恐怖的能量 从黄浦君的身上爆发出来 灌入到了天子印之中 天子印立刻颤抖起来 爆发出一股一股的强盛光芒 如同一轮耀眼的烈日 惊动了整个空间 无比的狂暴 无比的恐怖 事实 那一片空间都在颤抖 不停地摇晃 根本就承受不住 那一股强大的力量 不断地发生着崩裂 惊害至极 神血引爆 黄浦君催动天阶灵宝 借助于天阶灵宝 引爆了玄岳剑之中地 神血封印 借助于神血封印 寻觅玄岳剑的下落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在看着黄浦君 眼睛一眨也不眨 今天他们已经是 见识到了很多的特殊技法 真是眼界大开 无比的振奋 不一会儿 神血就是彻底地引爆了 但是 令人感到失望的是 什么样的情况 都没有发生 玄岳剑并没有被召唤出来 相反 另一件天阶灵宝凤凰令 却是剧烈地颤抖起来 整个的爆发出了强盛的光芒 这一股光芒 不再是原来的火焰之色 而是一种血红色 就像是鲜血 所浇注而成的一样 是那样的恐怖 令人胆战心惊 亡魂皆冒 第1529章天阶灵宝对决 慕容克 你 你竟是把玄岳剑 给禁锢在你的凤凰令之中 真是阴狠狡诈 黄浦君怒不可斥 原本以为 自己引爆了神血封印 就是能将玄岳剑给召唤出来 但是却没有想到 对方竟是如此的阴狠狡诈 将玄岳剑给收入到凤凰令之中 凤凰令是天阶灵宝 有着超级恐怖的力量 一旦东西被禁锢在其中 将是很难再行出来 不得不说 慕容克的这一招 真的是太狠了 哈哈哈哈 黄浦君 你不是自信满满 一定能召唤出玄岳剑吗 现在的结果呢 又怎样了 慕容克哈哈大笑 黄浦君有他的计谋 他也有他的应对之策 要想拿到玄岳剑 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众人也是惊叹 忍不住是摇了摇头 这两个家伙 为了一个玄岳剑 可以说是挖空心思 费尽心力 值得吗 慕容克 你这是在找死 黄浦君被彻底的激怒了 这个老家伙 真是不识好歹 竟是将玄岳剑 给收入到凤凰令之中 这是摆明了 要占有玄岳剑 既然如此 那他也不会再客气什么了 直接使用出天子印 看看是他的天子印厉害 还是对方的凤凰 令更加的强大 天子印 黄浦君终于是忍不住了 催动了天子印的力量 只见一股恐怖无比的力量 从天子印之中爆发了出来 这一股力量 超级的强大 难以想象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这一刻 整个天地都在颤抖 发生了大崩裂 异端恐怖的能量 爆发了出来 如同是天河崩碎 滚滚的落下 有着难以想象的可怕威势 所有人脸色骤然大变 惊骇地望着黄浦君 眼中充满了恐惧 没有想到 黄浦君最终还是使用了 天子印的力量 黄浦君 你疯了吗 赶快收手 叶玄霸怒吼一声 他也是没有想到 黄浦君竟是真的使用了天接领宝 天接领宝所拥有的能量 那是无比的恐怖 超越了想象 哪怕是他们这种等级的强者 也是要避其锋芒 不然很有可能会遭到天接领宝的伤害 但是很明显 现在的黄浦君 是肯定不会听他的话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被愤怒给冲昏了理智 现在的他 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给慕容克一个深刻的教训 将玄岳剑给夺回来 至于其他的 他是一概不考虑了 哈哈哈哈 黄浦君 现在 就让我们来比试一下 看是你的天子印厉害 还是我的凤凰令更强大 看到黄浦君施展出了天子印 慕容克非但不惧 反倒是哈哈大笑起来 不同的天接领宝所能有的力量 也是不一样的 不过通常情况下 天接领宝之间 是不进行比较的 因为根本就没有比较过 天接领宝的能量超级的恐怖 远远的超过了想象 一旦碰撞对拼 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那种后果简直就是不可想象 凤凰令 慕容克大鹤一生 没有任何的犹豫 也是使用出了天接领宝凤凰令 只见一股恐怖的火焰 从凤凰令之中冲了出来 这一股火焰非常的霸道 恐怖的能量席卷了出来 使得方圆百丈的空间 都是化为了一片火海 烈焰纷飞 恐怖至极 这里是他们朱雀帝国 在朱雀帝国的境内 可以将天接领宝凤凰令的力量 给发挥到极致 太可怕了 众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天接领宝的力量实在是太恐怖了 换作他们上去 怕是在请客间就会被震碎 行神俱灭 实在太过于可怕了 超越了他们的想象 这两个家伙都疯了 司马阳忍不住是摇了摇头 现在就连他们也都无法阻止两人的交锋了 天接领宝之间的对撞 即将真正的展现 在那一双双震惊的目光注视之下 两件天接领宝所产生的能量 终于是撞在了一起 轰 顿时整个天地发生颤抖 剧烈的摇晃 一股股骇人的恐怖能量 汹涌的爆发 惊骇至极 整个空间都是被狂暴的能量给充斥着 不停的崩裂 不停的颤抖 根本就是承受不住这一股超强的能量 端的是骇人至极 骇人的能量不断的爆发 不停的涌动 如同汪洋一般 骇人无比 这一刻 不仅仅是朱雀城的人在看着这天空 其他地方的人 也都是在注视着这一边 满目的恐惧 骇人无比 胆战心惊 整个朱雀帝国 不 不只是朱雀帝国而已 整个中洲都在剧烈的颤抖 宛若陷入到了风雨飘摇的世界之中 是那样的恐怖 那样的骇人 极端的可怕 太恐怖了 朱雀城中 所有人都是抬头 凝视着天空 那里 两股庞大到了极致的能量 正在发生激烈的撞击 使得空间不停的崩碎 天地不停的颤抖 根本就是承受不住这种强横的能量 恐怖的能量 不断的撞击 疯狂的震荡 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冲去 无比的恐怖 惊骇至极 突然 一股庞大的光柱 从中心之处冲了下来 这一股光柱 无比的庞大 其中所拥有的能量 也是极端的恐怖 惊骇至极 可怕至极 来了 看到这一股恐怖的光柱冲下来 司马阳和叶玄霸两人 立刻冲了过去 抱贺一声 催动强大的力量 抵挡这一股强大的光柱 不让它坠落下来 因为下面的地方 就是朱雀城 朱雀城乃是朱雀帝国的帝都 也是中州十大城市之一 有着密集的人口 繁华的商贸 如果这一股巨大的光柱 坠落下来 将会造成难以想象的损失和破坏 没有人能够承受住 恐怖的能量 造成了可怕的风暴 席卷了整个天地 黄浦军和慕容克两人 都是身体巨阵 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直接是被震飞了 天阶灵宝所拥有的力量 那是难以想象的 这一击对撞 无比的恐怖 所产生的能量风暴 整整持续了好几分钟 才是逐渐地散去了 第1530章悬跃剑 终于完了 看到能量渐渐地散去了 很多人都是忍不住 瘫坐在地上 脸色煞白 张大嘴巴 大口大口地喘气 方才的经历 对于他们而言 绝对是惊心动魄的 要不是有着 叶玄霸和司马阳两位 屹立于大陆巅峰级别的强者在 用他们的力量 挡住了下坠的能量 他们这些人 恐怕都是被无情地杀死了 坠入了地狱之中 这两个家伙 吴臣也是忍不住 在心中摇了摇头 两件天阶灵宝 有着超级恐怖的能量 一旦发生碰撞 后果将是难以想象 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住 黄浦军 你如果还想继续下去 我慕容克将奉陪到底 慕容克冷哼一声 现在有叶玄霸和司马阳两人在 可以隔绝开他们两人之间的能量 让他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 他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对战了 黄浦军怒不可斥 这慕容克真是太过分了 竟是用凤凰令 将悬月剑给禁锢住了 让悬月剑根本无法出来 就连他也都是感应不到了 他恨不得将这个家伙的头颅给拧下来 天子印 黄浦军抱贺一声 再度凝聚起强大的力量 使用出了天子印 可怕的力量不断地爆发出来 令的整个空间都在颤抖 不停地发生着摇晃 根本就是无法承受住这种强大的能量 黄浦军 既然你想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慕容克冷漠一笑 现在这里是朱雀帝国 他慕容克的地盘 他所催动的凤凰令 能够发挥出最强大的威力 抬起凤凰令 一股赤裂的火焰 再度地喷发了出来 化为了熊熊的火焰 冲向了四面八方 使得这个空间都是化为了一片火海 众人的心 再度是提了起来 骇然地看着 眼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 这两个家伙 真的是疯了吗 竟是如此的 不顾他们这些人的死活 催动天街灵宝进行战斗 破坏力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难道这两个家伙 就没有考虑过吗 怎么回事 可是 就在慕容克举起凤凰令 即将施展出凤凰令的力量之时 突然 一变发生了 只见整个凤凰令 莫名其妙地颤抖起来 一股股强盛的血光 迅速地涌动 充斥着整个凤凰令 使得凤凰令整个地化为了一只血令 宛若一只血凤凰 看上去极其的妖异 这是 很快的 其他人也都是注意到了 凤凰令的这般变化 不由的也是露出了困惑 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凤凰令 不明白在凤凰令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黄浦军也是愣住了 看着凤凰令 他也不明白 这凤凰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血光 难道是玄月剑 突然 黄浦军想到了什么 玄月剑就被收在凤凰令之中 而在玄月剑的上面 他施加了神血封印 神血封印一旦爆发出力量来 就是这么一种效果 神血封印 黄浦军大喝一声 催动秘书 引爆了神血 刹那 一股股的血光 凶猛地爆发了出来 使得凤凰令颤抖得更加的剧烈 似乎有什么东西即将从里面冲出来 见此 黄浦军大喜过望 他明白 是玄月剑在冲击凤凰令 要想脱离凤凰令的控制 玄月剑 快快现身 黄浦军召唤玄月剑 催动秘书 加大力量 要让玄月剑重新现世 从凤凰令之中脱离出来 想要玄月剑 简直痴心妄想 慕容克冷哼一声 催动全部的力量 灌入到凤凰令之中 压制玄月剑 他费尽了这么多的努力 才是终于得到了这件宝贝 又怎会让他脱离他的掌控呢 但是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他的能量涌入其中 并没有起到压制玄月剑的效果 反而使得玄月剑反抗加剧 狂暴的力量 不断地爆发出来 冲击着凤凰令 要想摆脱凤凰令的控制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在看着凤凰令 眼睛一眨也不眨 均想看一看 究竟是玄月剑厉害 还是凤凰令更加的强大 随着时间的流逝 玄月剑和凤凰令之间的对抗加剧 一股股恐怖的能量 不断地爆发出来 席卷而开 浩浩荡荡 冲击着整个空间 咻 不知过了多久 突然 一股庞大的血光 从凤凰令之中传了出来 伴随着这一股血光的 还有一股庞大的能量 也是凶猛的爆发 引动着整个空间 无比的浩大 注视着这一道血光 黄浦君和黄浦长恨 都是身体一震 眼中满是惊喜 玄月剑 身为玄月剑的主人 黄浦长恨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东西 就是他所朝思暮想 日日期盼的玄月剑了 这就是玄月剑吗 众人看着这一道血光 在这一道血光之中 有着一块玉石 玉石正在旋转 一股一股的强大能量 从中爆发了出来 显得无比的神意 对于他们绝大部分人而言 都是没有见过玄月剑的 他们是第一次见这东西 不由的感到十分的惊奇 原来 这就是黄浦君和慕容克两人 不惜使用天接领宝 进行对战 所要争夺的东西 怎么可能 慕容克身体一震 惊骇地看着玄月剑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他怎么也都想不到 玄月剑竟是会脱离开他凤凰令的掌控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他的凤凰令 这可是一件天接领宝案 有着一端害人的能量 哪怕是半神级的强者 都是不敢与之争锋 现在居然连一件玄月剑 都是没办法禁锢 这实在是不可置信 玄月剑 你只可能是我的 慕容克不甘心 他抱贺一声 再度凝聚起强大的力量 抓向了玉石 要想重新拥有他 慕容克 你敢 看到慕容克 向玄月剑给抓了出去 黄浦军勃然大怒 这个老家伙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还是不肯服输 执意想要玄月剑 简直是过分 天子印 二话不说 黄浦军催动起天子印 天子印爆发出强盛的光芒 携带着恐怖的力量 朝着慕容克给冲了过去